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廣州電視競賽頻道的 國際兵員職業巡迴賽斯洛文尼亞站各國單行決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南雙決賽 廣播室,繼續有歐成年、歐之道,為我們擔任賽事的評述 歐之道,我們已經看到這場賽事 中國的王浩章繼科,這隊上是法國選手 羅比森和馬特尼特 就是歐亞對抗 歐亞對抗法國選手,當時在半決賽 就是贏了延安和方博 不簡單 因為延安和方博兩個都是橫板 但現在是王浩的直板 而王浩和張繼科就是在半決賽圖中 馬林和許欣 當中看到馬特尼特是戴著眼鏡 馬特尼特 對 馬特尼特 3 1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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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8 一開球,那邊領先3比1 明顯高大很多 對,歐洲球員很多都很高大 反手的力量很足夠 歐洲選手的特點是反手好 黃浩想利用短球來制住地方 但是引力就比那些 下網,變成吃了一塊球 打這些高大的選手 都是要用短球來制住 對,一個是速度 一個是短球 跟他大門大路一樣 打開,對方便舒服 斷起身,如果沒有速度就不行 因為高大 在台內,他不會吃虧得很厲害 張繼方的接發球,右援反手 絕招 再來 兩分都可以 一個接直線,一個斜線 對 這些是他的拿手好戲 好,到我那塊球了 張繼方說 兩個人都好像二合為一 一樣 八球搶攻 背面再拉一球 這對法國選手 應該說 台內球還算可以 很容易 但當他被我們落點控制之後 他們的進攻就受到影響 打不出來 他並沒有打不出來 對 他也想打擲 打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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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吃法球 6比10 一味短球 短球一制住 他們成牙上去後面打 你現在回到勝利 你不快 好 10比8 都仍然有分岔 將技科有一點放鬆 這支發球 讓觀眾開心 看著追到10比9 好 剛才贏這個球是拆網的 這個發球真是拆網 王浩的反帶 這分球真的速度取勝 一拉過來 一擋 反帶過去 11比9 比分是拉不開 但整個局面很清楚 控制了法國選手 王浩喝水的樣子 氣定神難 看了這麼多球 對方的了解 通過一局之後 基本上 操略有這個印象 只要短球做得好 接法球這方面 肯定是佔便宜的 法球能夠發得 稍為好一點 對方的搶攻機會 基本上是控制住的 就是要制住對方才運行 對方便肯定 對方 對方 有時候 你真的被他發倒力 上來 他真的可以搶到 很多球 對呀 你跟他大面大路 大家拉開來打 就很危險了 而且他拚的意識 或者搶的意識 很明顯 進攻以為很強 他也是反手折發球 移動過來 但他人高 移動之後 他的幅度很大 真的要跑動起來 擊球就不是很輕易 我們一尾打落點 要調動他們 不要蠻幹 不要經常用體力來跟他鬥 從短球入手 再搶攻 在落點上控制 尤其是第一板的反拉 我們做得比較好 讓他拉第一板 跟著反拉 步蹤得很準 判斷得很好 對方猜猜 長球 長球 對呀 又要逼你退台 又是 要一點出乎 將計科意料 但這也是歐洲選手的 慣用的戰術 他擺短不當我們漂亮 對方猜猜 希望能夠給他打大 對方猜猜 對方猜猜 利用這個機會來發揮他們的特場 第二個三屏 好厲害 有急球過來 出薄就猛了 對呀 證明沒有盒眼粉 這個動作幾隱蔽 什麼講到隱蔽 發的下船都幾隱蔽 所以將計科都靚了 2千1分 5比4 要調動 右方的位置 想引力 放得漂亮一點 落點 打開 打開 他們也有旋轉變化 和落點的變化 突然發場球給你 這些都有 他們也有 對呀 他們都很主重變化 對呀 不是死牛一邊 只能不斷衝 不過很多時候 基本功這件事 真的粗糙一點 對 尤其是接發球這一著 連食2分 對呀 5比9分 又拉開了 5比9了 10比5點 打到現在他們兩個都未出汗 對呀 都不用用力 對呀 想拉也拉不到 好 好 好 反手 拉起 11比6 兩局 對呀 兩局 真的 你看得出 兩隊球員 各自的技術含量 到哪裏 嗯 打針呀 對呀 嚴恩和方博 經驗上 輸就輸就輸了 可能有些 包括製品 或者各方面 一些細節的處理 是沒有這兩位大哥 這麼成熟 這個就是差距 嗯 技術上 你不具備 那個短球的控制 是啊 短球的起板 又是不太厲害的話 那你跟他打開 拉開 駕駛 中桌 當然不夠人打 是啊 當時 嚴恩和方博 是0比4 一局都贏得 是嗎 是啊 一局都沒有 還要 你會覺得 嚴恩和方博 這兩個年輕人 不錯的 但是說起來 又真是 以台內的控制 他們兩個 真的沒有王浩 和崔濟科 這些控制得很好 這個差距是明顯的 你剛才看王浩和馬林的比賽 兩個控制的短球 在短球裡面的起板 這些功夫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 控制你的窄色 是啊 還有這把 對方一猜過來 王浩一側身 這個爆衝 有速度有力量 又落點 4比0 一拉開之後 對方根本都沒有還手機會 我翻翻 1比4 黃浩摺發球 是背面的 現在拉起 這個現在是趨勢來的 是的 摺發球盡量用反手去摺 所以你說 像王浩和張濟科這樣搭檔的話 很多人都不夠力 用反手摺發球有個好處 就是讓開了一個位置 整個台面都讓給同伴 自己走到右方 這個摺發球本身就是 不需要跑 如果用正手去摺發球 你還要摺完之後 向前跑 讓開一個位置 打回好球 一張濟科的摺發球 一張濟科的摺發球 稍為長一點 5打 就讓對方打了 對啦 都是用自己的絕招 6比4 對方的線路都在這裡 這球 在最初打開得很好看 正時被追到五平 馬特利德對王浩的反手背面拉起 馬特利德的旋轉 現在速度下點 一板就沒有了 一反帶過去 一下借到力 剛才的套打過不了 現在就怕他們隨意 從球路上絕對佔上風 十分了 雙打的發球本身就是受制於對方的接發球 如果現在對方接發球 好像張繼科和王浩那些 用反手去接得這麼空狠 落點速度這麼快 這麼漂亮的落點 對發球方更加壓力大 所以他們都不知道發什麼球好 發長一點又被你正手拉 發短一點你的反手又拉 那就是無修 對歐洲選手現在的整個技術狀態來說 他們是很不具備雙打中的發球接發球 那種高超的技術 尤其是擺短的動作 他們的引力這方面做得不太好 所以有身材 但是呢 不能夠在手上反映出它的優點 對呀 力這方面做得收放自然才有用 整天懂得放收不到 對呀 大力那些就得 細力那些就不太好 這個基本功也有代破鏈 來排隊那些小路球 軟的速度之下 兩面都沒有差價 他就正好是一拉起的 一拉起上來 黃浩馬上回放下去 對呀 不知道落點那麼漂亮 如果他還是搭妄 所以現在的發球要求要低一點 真的打了兩班都很漂亮 這些駁煞波 真的駁煞的 這個波子都很短 還有這些 換個落點就沒有了 這種駁煞波 就是簡單直接那頭 簡單粗步那頭 前面的下輪式 我拍過是短的 對方一差 我隊又可以衝出來 就是一個戰步 如果對方發球差一點 剛才好像黃豪那樣 直線都不如拍過來 整個圈阻礙了 所以他們高大身材 雙打裡的配隊 離開桌子就好辦 一近桌子閃不及 是 尤其是發球這個環節 可能想不到那麼多步 有很多東西 想不到都沒有用 現在都沒有用 發短 黃豪用反手 發得長 你不能猜牆又被人掃 在落點上 打到他們 招架之功都沒有 這不是速度的問題 就是在落點上 已經可以控制到他們 7比3 8比4 他點了發球也好 黃豪都能 真的拉得上來 8比4 8比4 你真的被拉起一分 淨手 要拿制住 拿制住 對 但吃8球好多 對 真的好痛 去到一局當中 大身 你真的 憑攻擊來拿分數 就越來越少 四局當中 每局都比上一局越少 發失敗 對 沒有收 拿著發球拳 還有點疾疾 想要看下去 延安方 當時輸給這對選手 回到國外 都被罵 很慘 很喜歡的經驗 寫一份 給我 終焦點 很難 你看到黃豪 和張藥芳的選手 都很輕鬆 那麼 就飛得靈 擊敗 來自法國的 鵝比上 和馬特尼特的組合 記得了 斯洛文明亞 公開賽的 南雙的冠軍 的